实践证明,反潜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航空反潜 而海上固定翼反潜巡逻机是航空反潜的主力 以日本为例,在冷战后期 日本航空自卫队引进生产了上百架P-3C反潜机 拥有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固定翼反潜机机队 冷战结束后,日本继续维持其庞大的P-3C机队 并积极开发新一代的P-1反潜机 该仅以川崎重工研制的喷气式飞机为平台 安装有高精度海上搜潜传感器和全套猎潜武器 以保持海上反潜作战的传统优势 作为海军强国的美国 也将航空反潜视为其海军建设的重要一环 从2012年开始 美军就开始采购P-8A海上多用途反潜巡逻机 更新老旧P-3C机队 到今年5月,波音公司已向美军交付了100架P-8A反潜巡逻机 连海军12个反潜巡逻机中队实现了全面换装 公开资料显示 P-8A是一种远程多用途海上巡逻机 以波音737-800客机为平台 采用开放式任务体系架构 具备广域海上作战能力 配有弹舱和翼下武器挂架 可携带129个声纳浮标 并安装有空中加油系统 和美日等国相比 中国海军的航空反潜力量 长期依靠直9、直8、卡尔8等舰载直升机 存在着作战半径小 制空时间短 有效载荷低等突出问题 成为制约中国海军反潜作战的最大短板 而运巴反潜机的出现 将使这一现状得到彻底改观 伤ificación tires 扬 rése唇 评friend 扬领 扬领